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武汉肺炎影响 安卓阵营甚至还取消掉年度最重要的MWC2020会展 但是 苹果却没有取消发表会的计划 外媒也报道苹果依旧会举办春季发表会 苹果2020春季发表会时间将纳在3月底 新款平大版iPhone9又称iPhone SE2也将亮相 苹果会在3月31日台湾时间4月1日凌晨 举行2020春季发表会 大家最期待的评价款iPhone9也会登场 还有iOS13.4正式版也预计会在3月24 25日其中一天是出 iPhone9除了会有抢眼的红色款 也预计推出灰色和银色 荧幕10寸则是4.7寸 后置单镜头 并配备Touch ID 容量分别有64级位元组和128级位元组的选项 可以选择 预计售价为399美元 约新台币1.2万元 除此之外 三镜头的iPad Pro 无线耳罩是耳机 Airpix蓝牙追踪系 剪刀是iPad Smart Keyboard以及采剪刀角设计新款的13寸MacBook 甚至AirPower无线充电器也大有可能会出现 正准备换手机的人可以暂时忍一下 只要再等一等就可以看到正式版的iPhone 9 到时候再比较也不迟啊 一直想要入手苹果手机的人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购买咯 延伸阅读 来源Apple